槍手行刑是槍杀猫林邦帮主江宗林 身背后背包的嫌犯先跑到驾驶座旁开枪 宇一南跟随载后两人开了六枪随即逃逸 警方获报后火速抓到宇一枪手 时隔不到十天另一名再逃的27岁灵性共犯 也在南部落网了 回到案发当时监视器拍下两名枪手在起楼埋伏 一看到江宗林上车后就连开六枪 接着宇一南还进入车内停留十多秒 似乎在确认江宗林有没有死亡 而另一名背包男子则在车前守候 确认江宗林死亡才往前方狂跑 双方以色是债务纠纷引发杀机 而两名枪手在逃亡的过程中 企图抢夺停在路边的一辆红色轿车 车主吓得赶紧踩油门离去 两名枪手分开逃跑避免同时被警方逮到 其中这名羽衣枪手只戴了口罩 就大喇喇的在马路上 最后遭警方逮捕归案 而事隔不到十天 另一名再逃的灵性共犯枪手也在南部落网了 目前全案朝杀人罪方向侦办 但详细的方案原因和动机还有待警方调查理清 记者刘志展林一军桃源报道